呃 就是你那边的话就是说一定要没办法是吧 好的行行 一般的这边是有很多 我看的好多 但是他就就是拍照有声音 其他使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是 那我还是想要没办法 帮我找回家吧 不不急是吧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就到时候先找一下吧 到楼在找到了的话再告诉你好吧 啊 你行了 现在啊啊 拜拜 啊 哥 你没有发便宜一点 去4050啊 这个是美版的 我跟你说他这个的话是不会输油层的话 你不用打磨的 刚才那一台64g的iPhone12屏幕有输油层的滑痕 我们提前看了一下 然后接下来的话 看一下粉丝朋友怎么说吧 行行 那我现在反回去看来 还有没在那里 我打个电话再过来 等下因为别人拿跑了 先来拍个手机底部螺丝的特写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往下看 来给你看一下啊 这里有一点 有一点输油层的滑痕 来 这个贴 这种模 这种的话是贴个膜可以盖得住的 这不是那种硬伤的 你俩开皮也看不见 电子的健康的话有100 来 看一下 其他的成熟是非常的好 去这个去这个这个这个准人了 OK 四零五零拿下iPhone12 64g 无所单卡小量橙色 不过说实在话 64g的真的太少了 都差不多等了上四天 还好可以完美交差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生日漫王的风景还是挺漂亮的 拿回来的这个地区 我们来过一下宴迹报告 可以看到还有再保319天充电仅两次 唯一的遗憾就是屏幕的数据层上有点轻微的小花痕 不过像这样的电池的话是实俗难得 好啦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是火狼哥 下期见 拜拜